大家好 我是莊开文 欢迎收看听关点 最近有在关心国际金融相关新闻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问我的钱放在银行里真的安全吗 因为今年三月份 美国第十六大的矽股银行 一天之内就被挤兑了420亿美元 48小时之内就宣告倒闭了 紧接着超过有160年历史的银行巨头 瑞士信贷财报也出现了重大的纰漏 每日存管流出量破100亿瑞郎 相当于台币3300多亿 两大银行接连出事 让全球的金融体系都匹匹创 有人不禁担忧 2008年雷曼兄弟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 会不会重演呢 银行出事一个不小心恐怕动摇国本 尤其在瑞士 因为全瑞士有超过300家的银行 加上已经有百年历史的银行保密规定 让瑞士成为了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更是有钱人的资金堡垒 巨额的资金汇集在瑞士 又坐有阿尔卑斯山这么绝佳的自然美景 也使得瑞士成为了高端旅游的首选之一 好 我们今天就要带您深入瑞士 从高端旅游到高级名表一次满足 首先就来看的是管理资金超过1.4兆美金的 瑞士信贷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崩坏的状况 为了遏止金融危机蔓延 瑞士当局周末再出手 促UBS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 相当台币990亿紧急收购规模较小 陷入困境的对手瑞士信贷 因为瑞幸向瑞士央行借500亿瑞士法郎的计划 仍无法缓解市场焦虑 这场瑞士银行业历史性止婚 让瑞银必须承担瑞幸54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不过瑞士政府也提供96亿美元担保 以及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援 以防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 最大银行业破产 我今天在这里访问这个组织 一个组织的组织中心 在与UBS和Credit Suisse一起 尽管瑞银董事长说很高兴 但其实这场收购是不得不 因为瑞士政府央行和金融市场监力局 得出结论 瑞银接管比瑞幸倒闭要好 这两家银行资产总和 相当瑞士GDP 140% 合并后将让瑞银成为瑞士 唯一的全球性银行 瑞士经济也将更仰赖 这唯一的带方 不过投资人显然不买单 周一欧洲股市一开盘 瑞士信贷股价立刻暴跌 63% 瑞银则重挫14% 欧洲银行业指数也跌近5% 不过瑞士民众似乎老神在在 瑞银董事长表示 收购后将砍掉瑞幸大部分 投资银行业务 瑞士金管单位也决定 瑞幸约160亿瑞士法郎的 AT1额外一级资本债券 将检济注销变壁纸 让一些瑞幸债券持有人 变大输家 收购案底定后 美国联准会随即宣布 联合加拿大 英国 日本 欧洲和瑞士央行 提高美元流动性 换汇操作频率将从每周 增加到每天 至少持续到4月底 防止市场争抢现金 瑞士银行业火在烧 美国银行问题也还没解决 尽管上周十一家银行 注资第一共和银行 三百亿美元 但周日仍遭信贫机构 标普全球降为垃圾等级 周末传出股神巴菲特 开始与美国官员 讨论银行危机 但至今尚未出手 美国两家倒闭的银行 目前一家有人愿意接受 纽约社群银行 表态愿意买下标志银行的 存贷款和40家分行 但另一家矽股银行 还没找到买家 高盛现在预估因银行业问题 美国有35%的可能 在未来一年进入衰退 比危机刚开始高了10% 瑞士现在堪称是百年老电脑 到底这一波的影响性究竟如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金融业在瑞士的重要性 其实占瑞士GDP在2021年的时候 9% 全瑞士估计有超过300家的银行 而且管理的资金超过5兆美金 这5兆美金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GDP超过5兆美金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了 好 瑞士现在本来排名第二的 现在被老对手 已入瑞士银行给并购了 第一并购了 第二到底接下来整个风暴是真正的止血 还是仍然有未爆弹呢 我们马上就要来请教专家 介绍的是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甄宇博士 博士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博士 我们知道瑞士信贷是成立于1856年 已经167年历史了 当初好像是为了资助瑞士铁路发展 所以成立的一个银行 管理的资金大约1.4兆美金 42兆台币 真的是好大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在跟台湾相比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这个银行的历史重要性又是如何 瑞士信贷一直都是蛮重要的一个银行 大家讲到瑞士大概就是UBS跟Credit Suiss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4兆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就用GDP来看 台湾大概是多少 台湾其实GDP跟瑞士其实差不多 跟这个国家差不多 大概就是大概8000亿左右 而且台湾是最近几年整个上去了 所以其实你看超过一兆以上的国家 大概17个 只有17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管的AUM 比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还要大 瑞士信贷一直以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银行 它其实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财富管理银行 所以因为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大家尤其是富人 他要去偿税 就是避税或者是去偿资产 大家都会选择瑞士的银行 瑞士其实两家最大的 不是去UBS就是去Credit Suisse 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 他就是在扮演这种瑞士 尤其是整个欧洲 尤其财富管理这一块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领先的指标性的银行 比较用一般的讲法就是藏钱的银行 好啦 不过它大到居然 瑞士央行要颁救命钱 多少高达540亿美元 这个金额也是非常的庞大 显示它的重要性了 不过这么重要的银行居然会出问题 马上大家就联想了 最近怎么会这么重要的银行 接连出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已经提到了这个矽谷银行 居然48小时就拜拜了 宣布倒闭了 马上大家就会联想到说 雷曼兄弟当初一出问题之后 带来的是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 大家都是余悸有存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恢复 这一次有可能会发生吗 应该不会 有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雷曼兄弟当初他的资产是 他买的资产是他买MBS MBS就是所谓的房贷包装出来的 相关的资产 延伸性的资产商品 但是其实你去看 大概从2006年 美国的所谓的房贷的违约率 其实就开始攀升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买房子的人 我已经没有钱去缴房贷 其实严格来说 他们其实就是面临很大的亏损 你说他买到是一个有毒的商品 这是第一个 但是你说像Silicon Value Bank好了 或者是Credit Suisse Silicon Value Bank的问题 跟Credit Suisse又有点不一样 Silicon Value Bank 他的问题是他是以短之长 什么叫以短之长 就是我常常讲的 银行的钱是短钱 大家不要觉得银行的钱是长钱 你可以想一想 你银行的钱多久去存取一次 很多人其实每一两天就去存取一次 那你说我在银行放定存 你说放了一年定存两年定存 各位 一年定存两年定存 对于银行来说 这叫短钱 银行最怕什么 就是用以短之长 就是用你这个短钱的钱 去买长期的资产 Silicon Value Bank就是这样子 Silicon Value Bank最大问题是 我去拿这个银行的短钱 我跑去买什么 我跑去买美国十年级公债 我理论上来说美国不会倒 我也相信美国不会倒 我只要抱着这些钱 我一路抱十年就没事了 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些钱的 后面的这些存户他什么时候要 当很多人都要给你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被迫把这个东西卖掉 那你就会亏损 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多 美国生了9次息生了19码 所以现在他所有账面上的这个 债券亏损都非常严重 这个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 更恐怖的是现在不像08年 08年挤兑你还要去排队 现在挤兑你都按一个按钮 钱就跑掉了 就是你的Digital Bank账户 转钱是转很快的 而且现在Twitter Facebook 他讯息传得非常的快 前一天还在说没事没事 隔天那个消息一出去 大家都去一瞬间 拉手机拿起来就立刻把钱转掉 然后一下钱都跑光了 Second Valley Bank一天被挤兑 420亿美金 任何一家银行 一天被挤兑420亿美金 都挡不住 其实如果那个时候 美国愿意出来救雷曼 其实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风暴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政府 美国的众议院 美国的参议院都不愿意救 为什么他们觉得 你们这些投行的人太greedy了 太贪婪了 我要修理你们给你们看一下 就一修理下去全世界经济 大家一起被修理 全部都陪葬了 所以大家现在也学乖了 大家知道金融系统 你不能随便修理 我常常讲 大家对于金融系统这个信任 它建立是很慢的 毁灭是很快 马克吐文说一句话 他说信任起马而去 步行而归 跑的时候都很快 你要重新把它建立回来 要花很长的时间 没错 所以这个事件 其实对台湾的金融业来讲 也应该要学到一些教训 跟这个提示 金融圈好像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全球最赚钱的银行 是在美国 比如说高盛 摩根等等的 最稳健的则是在瑞士 可是最稳健的居然 我们做了一个表 其实好像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 就会发觉说 瑞士信贷居然会涉入 莫山比克政府的贪腐走门吗 还有居然还有保加利亚 贩毒集团洗钱吗 像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我们讲 其实银行在经营 你必须要在信任文件 跟这个获利这个中间 要有一个拿捏 你瑞士信贷 他其实被人家诟病 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团队 不是封控的问题 他是整个团队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团队 他看到利润的时候 他会奋不顾身扑上去 整个扑上去 他也不太care说 这个事情到底是OK不OK 或者是他后面是不是有 涉及到洗钱 涉及到这种黑道 或涉及到这种不法的事情 就是有一点点 你可以讲是too aggressive 比如说Green Seal这个 Green Seal Green Seal那个时候 其实他一开始是做 所谓的供应链融资 其实蛮安全的 后来Green Seal 他也是犯了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钱赚了之后 又想赚更多 然后发现供应链融资 margin只有一点点 他开始去做那种房地产的东西 需要钱怎么样 就跟瑞士信贷一起弄 瑞士信贷也没有觉得说 你是明明搞供应链融资 搞得好好的 你跑来搞房地产干什么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讲的 就是以短之长的问题 所以瑞士信贷就跟他一起跳进去了 所以后来Green Seal倒了之后 瑞士信贷也受伤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觉得他在这个风控 他在对于这种利润的 这种太过的利润导向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金融业的经营来说 是非常非常危险 是但是现在瑞士的话 它是规模第一并了第二 对不对 那就变成一个新的金融巨兽了 这个新的金融巨兽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万一出问题的话会不会反而更可怕呢 对 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现在如果它整个这样子下来的话 它其实它的资产是非常非常大 它其实是比整个瑞士的GDP还大 对 它果然是 那请问一下下次 这次还有瑞士政府出来救它 对 如果下次出是谁要救它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虽然瑞士有500家银行 那看起来其他银行没有像UBS 跟瑞士信贷那么有名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 可能在瑞士可能就是份额都超过5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瑞士的银行的竞争也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你看我那么大 你们全部都是要听我的 那我去大部分要来借钱的都是先来跟我借 因为我可以offer最低的利率 我可以charge比较高的手续配 所以它其实会对整个市场的竞争 会有扭曲的作用 那不过你可以这样想 因为瑞士蛮小的 瑞士做的生意是做全世界的生意 所以它是这个合并起来是瑞士最大 那在全世界应该是前三大而已 所以还没有到说对全世界的金融的竞争 产生很大的冲击 好提到瑞士银行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常常会讲 就是他们有所谓的300年历史的 这个为客户保密的制度 甚至您看到在1934年的时候 还正式立法叫做瑞士银行的保密法 也就是说瑞士的金融机构 可以拒绝任何政府对客户账户的调查跟监控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让它变成一个 全球私人资金最喜欢去的地方 对不对 好 尤其听说在二战期间 瑞士银行还跟德国纳粹 跟犹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恩怨情仇 犹太人是非常厉害的民族 他们虽然住在德国 他们可能很快就已经sense到说 再继续下去可能 希特勒的魔爪就要伸过来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快就把他的资产 先转移到瑞士去 转移到瑞士去 希特勒就去把瑞士找来说 你把那个犹太人的富豪的名单交出来 当然瑞士就是不愿意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契约精神的遵守 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 就是说我跟A签的contract 我誓死要坚持对他的contract 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 他们那个时候拥兵去保护路易十六 这个法国大革命 全部都暂死 陪着路易十六暂死 大家觉得瑞士人这一点非常的厉害 所以希特勒就跟他要 他不会给你 他不会给你 希特勒想了很久 怎么办 这个也是银行业的一个很妙的地方 你大家可能去银行 你去领钱的时候 你去领钱的时候 他有很多证明 我要看你的双证件 我要看你的签名 我要看东看西看 而且他看你的半天 不知道你在干嘛 但是我说我要把钱汇到那个账户 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把这个信息汇到那个账户 他不看 你汇就汇进去了 他suppose 因为那个账户是benefit 这一招就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 他觉得说 我要可以调账户不愿意 没关系我存钱给你 所以一存进去 希特勒就说 我知道你在瑞士银行有存款 就把它找来 用这种方法把那个套出来了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保密法 到底对金融业来讲 是利还是弊 其实已经慢慢被打破了 因为你08年那时候 海啸之后 美国就开始去查 就是说有很多的高官或者是富豪 都用瑞士这个地方当避税 所以就迫使瑞士要把这个名单交出来 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逐渐逐渐的解除 而且现在其实事实上 欧洲也在推所谓 common reporting system 就是说我这个不能够说让大家用这种所谓的 隐私保护变成一个洗钱的工具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慢慢就是会解除 所以以后富人藏钱 可能就不会藏到瑞士去 藏到哪里去 藏到那种不会被查的产品上面去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租宝 比如说这个什么货 你去看那个富比士拍卖 那个最高得价的人都没有公布名字 不过讲到这里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请教一下博士 不管认识信贷也好 或者矽谷银行事件也好 对整个台湾金融界应该要产生哪些冲击 然后可能会产生的冲击 以及我们会带来的教训 要好好来检讨的还有哪些部分 冲击目前看起来其实是还好 我们其实觉得叶伦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明快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不会变成系统性风险 那只要不要变成系统性风险的话 台湾受到这件事情的直接冲击 其实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是觉得 不管是Second Value Bank 或是Credit Suisse 台湾的金融业 我真心的觉得 每一个金融业都应该要组一个团队 好好把这两个case学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的 你应该学 你不应该做 你应该小心 各方面的面向 我举个例子 你看Second Value Bank 它在整个资金流逝的过程当中 它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它的资金过度集中在大户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户在取钱 可能都是几亿几亿美金走 跟那个小户取钱不一样 对 所以过度集中在大户 第二个 你不能够以短支场 你不能把你的资金 短期资金拿去买长的东西 第三个 我刚刚讲的Digital Bank 对银行来说 不是只有厉害 不是只有好的 它是在资金在串逃的时候 也是非常可怕的 第四个 你的不应该以短支场 然后CreditSuite也是 你的风控的系统 你不应该去过度的 所谓的业绩导向 因为金融业是有道德风险的 你过度业绩导向 这些业务员 就会把这些风险 转嫁到金融体系里面来 今天非常谢谢博士 跟我们做这么精彼的一个分析 那么当然整个瑞士的信贷 如何要去看待 它这个危机会如何的一个转变 我们还会持续来注意 不过瑞士一直以来 除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富人财富管理的天堂之外 也是高端旅游的度假天堂 马上回来 我们就要带你到瑞士 走访一下高端旅游 有哪些最新趋势 请别走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